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要说到了舒服佳 我相信就像一博说的一样 大家太熟悉了 那个纯白的味道 然后很多的香型 让大家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洁净 跟不一样的守护 今天一博在现场 我们也会通过很多的实验方式 来跟大家讲一讲 为什么我们要选择舒服佳 对 好 其实要说到了这个最近 我觉得最近你也非常的忙 对不对 虽然说这个戏拍完了 对不对 国庆怎么过呀 国庆也是还在工作 国庆还是在工作 没有特别的安排 有啊 就是国庆 比如说3号会有街舞的总决赛 然后在6号跟7号呢 会有我自己的爱好摩托车比赛 85号车神又来了 OK 其实国庆期间 还是让自己稍稍的 要跟自己喜欢的事情 近一点距离 对不对 对 那还要问一下 除了这一个最近的工作计划 有什么安排吗 工作计划的话 就是正常艺人的工作 正常艺人的工作 对对对 戏拍完了 预告一下 马上有两部戏要跟大家见面 是不同的角色 我相信各位都非常的熟悉 当然今天除了要跟大家 跟一博用这样子的方式互动之外 更重要的是要跟大家来叮嘱一下 国庆假期要来了 大家可能要回家也好 出去这个陪同大家 陪同跑朋友去游玩也好 守护自己的健康还是最重要的 是不是 没错 健康第一 玩乐第二 对 所以各位出去玩的时候 还是要把自己的健康 保 应该叫做保护好自己 因为现在还是特别时期 要戴上口罩 带上我们的叔父家 好 今天呢 其实一博要跟大家分享到的 还有很多不一样的一些互动方式 第一个要送给大家的一份见面礼 就是没有想到此时此刻 就要拍大合影了吧 而且跟各位讲的是这张大合影 你们每个人都可以拿到 因为 哇 你们好会做效果 最重要的是 在我们的活动结束之后 可以去我们的体验区体验完 就可以去二楼的千道区 去领取一张跟一博 属于你们跟叔父家的大合影 所以接下来我们有请一博一步到我们的台下 近距离一点 好 前面的朋友们保持好你们的冷静 好 我们有请工作人员送上一个小书 后边的朋友们 后边的朋友们 我们就在原地就好 接下来我们有请一博 先跟大家 我帮你拿麦 我帮你拿麦 好的 我们调整好 瞬间开始补妆撩头发 这些女孩子们 准备好 我们第一张大合影 全部都可以拍在里面 准备好 我们一起笔心或者是笔叶 或者举出你们的手符 来 我们一起喊叔父家好不好 三二一 叔父家 再来一张 我们三二一 王一博 OK 好的 谢谢 谢谢每一个你们的配合 都会出现在我们的照片当中 来 我们一部会舞台 好 来 一博 我们慢慢走不着急 怎么样 一开场就送大家见面礼 满意吗 但这只是刚刚的开始 接下来我们还有很多的互动 要跟大家一起来进行 其实要说到了 健康这件事情 我觉得尤其对于今年来说 健康是每一个人 最在乎 也是被大家经常提起的一件事情 所以要问一博的是 如果说国庆的话 出门带一份好礼 选择的就是我们的 叔父家 所以接下来我们也有一份 叔父家的大礼 首先要送给你 我们看一看是一个什么样的礼盒 来 有请工作人员拿上舞台 也是小叔要特意送给你的 是不是小叔 就是这个叔父家礼盒 我跟你讲 接下来打开之后 都是一博最喜欢 也是今天要认认真真推荐给大家的 我们的叔父家的神器 来 我们一步到这一边 有请一博打开这一个礼盒 好 都很熟悉吧 对 没错 对 我们首先看到的第一个就是这一个 这一个应该你太熟悉了 红十六排酌 沐浴露 没错 而且也是我们的爆款 自己有用过吧 对 当然用过 感觉如何 洗澡都用 就是洗完之后感觉会很香 然后身体很干净 很滑溜的感觉 很干净 很滑溜 我翻译一下一博的话 很干净 就是可以深沉的排酌 因为我们里边有500万个 我们的微米的排酌粒子 就可以让你的皮肤得到深层的一次清洁 而为什么可以滑溜呢 因为里面我们有不拔干的成分 不是假滑 用完之后让你的肌肤非常的 就是让大家感觉非常的舒服 很自然的那种感觉 对 所以这是红十六排酌沐浴露 当然如果就像一博说的一样 你非常喜欢这种自然清香型 这个最合适 没错 好 接下来还有 我觉得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这一个 是不是 我们的排酌香皂 排酌香皂 对 一皂多用 一皂多用 你好厉害 你真的有研究 当然 为什么可以一皂多用 因为可以不仅洗手 洗身体 可以洗脸 然后也可以当作香薰来用 当作香薰这件事情 真的我跟你讲 一博我要夸夸你的粉丝了 他们其实在微博上 我看到有一个粉丝非常厉害 他回去买到我们舒服家的排酌香皂之后 把它雕成了一个多肉的小植物 变成一个小香薰放在自己家里 厉害了 可见其实一皂多用真的是大家现在非常流行的 而且是非常环保的事情 你把它作为香薰可以让家里非常的有自然的味道 没错 然后放一段时间之后再把它利用回来作为香皂的本身的作用 就是一皂多用 对 是的 这就是一桌推荐的我们的舒服家的排酌香皂 接下来还有两个我觉得就是大家应该是要囤货的两个产品了 对不对 对分别是我们的这个泡白泡沫洗手液还有我们的还有棉洗手液 哎 棉洗洗手液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是不是 对因为非常方便可以随身携带出门在外就带一瓶就可以很好的清洁自己的手 对放在包包里出门用我们的舒服家棉洗洗手液 回到家就用我们的舒服家的泡沫洗手液 总而言之洗手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稍后我们会通过几个数据告诉你洗手有多么多么的对你自己的安全是负责任的事情 好 这就是我们舒服家送给一博的礼盒我们先帮你收起来好不好 好 所以这里边的神器也是小叔送给大家的 再次谢谢小叔 谢谢你 谢谢小叔 小叔其实是非常可爱的一个我们的香皂看起来就是一个很可爱的形象 那接下来其实要说到的 刚刚说到有这么多的来自舒服家的好物 大家都知道说到舒服家其实就会说到义军 说到我们的长效保护 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厉害吗 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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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就要请上科学家一起来做实验了好不好 好 来我们先有请到我们的保洁科学家Sherly一起跟大家完成这个实验 来有请 我们一步一下 哈喽哈喽主持人好 一步好 大家好 一步多久没有做实验了 我应该从来都没做过 所以今天难得的机会 我们好好地跟科学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好不好 好的 我们先有请我们的老师介绍一下这些都是一些什么样的道具 其实我们今天一共会有两个非常简单的小实验 然后呢这边是一步应该知道这是什么吧 这个是那个脏了的柠檬 对柠檬 是因为脏了所以不认识吗 好这两个是柠檬 然后这边呢有两个瓶子 但是我现在先我们先不说 我们先一个一个地来看 好 所以我们要第一个做的实验一步要怎么配合 好 第一个呢我们来做这个洗柠檬的实验 洗柠檬的实验 哇 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我也可以拿起来给台下观众看一下 这个呢就是普通的柠檬 然后我们在上面涂抹了一些黑色的油性的东西 哦 因为柠檬呢它本身这个表皮就是很凹凸不平 会有很多洞 所以它其实是在模拟我们的皮肤 因为我们皮肤上面有很多毛孔 是 然后呢因为这个黑色的油性的物质呢就是我们平时在空气中或生活中可能会接触到的一些脏东西 嗯 有纸啊 对 还有像我们的漂浮在空中的这些灰尘呢 对 因为它们如果光是用水的话是很难清洁的 是 我这边看到衣博已经戴好手套真的非常 王师傅已经迫不及待地戴好了手套想来清洗这个柠檬了 好 那我们就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怎么操作呢 刚才在礼盒里面这个红十六牌竹沐浴露 哎 它是有多强的清洁功能 嗯 我们做一个对比实验对吧 对 然后我们的Sharley使用的是其他品牌的 我们看一看这样对比之后 我们的牌竹功效到底有多么的明显 嗯 好的首先呢 请 做实验都不忘耍帅 对 哈哈哈 好 请一博在上面挤大概一泵的产品 好的 OK 然后呢我们稍微来进行一些 一下简单的搓洗 好不用洗很久 一博非常的可爱 把那个屋子涂满了 差不多就可以了 好了好了 我们现在呢差不多已经洗完了 好 所以接下来要做什么 有请主持人帮我们 哦 冲一下 冲冲水是吧 我就是那个莲蓬头 对 来 接下来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这边让大家直接一点看到 这个是市面上普通其他梦 好的 接下来我们看看冲洗完的效果 直接倒就可以是吧 对 好 哎呀 你确定这是洗过了吗 好 可以了 请主持人帮我们倒一下一博这边 一博可以了 一博可以了 一博都搓出来了 哈哈哈 来 我来清洗一博这个啊 哎 我们来清洗一下 一博可以搓一 好 现在非常的明显 我们就拿一面来对比啊 各位看一看 一博使用的是我们的师傅家的红石榴牌桌沐浴露 其他那一边是别的品牌的沐浴露 你看很明显 对 就像老师说的一样柠檬上面的小气孔代表着我们的毛孔 而我们的牌桌功效就在这就表现出来了 神奇吧一博 神奇 知道为什么要选择它了吧 感觉牌桌很神奇 老师那讲讲原因嘛好不好 其实刚才主持人也有讲到我们这个沐浴露呢 一瓶里面有五百万个微米级的牌桌粒子 也就是说它里面的牌桌威力呢 大部分都是小于一个微米的 哦 对 然后呢我们因为我们人体毛孔 它的大小大概是几十个微米这样子 所以它的牌桌威力就可以很容易的进入到我们毛孔内部 对我们毛孔里面的污浊也进行一个清洁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款产品叫牌桌 所以说是深层的捷径 对 OK 大家刚才这个实验很明显吧 其实这样一个对比就感觉到 如果说你的清洁都做不到位 那我觉得我们选择沐浴露的第一个功效就没有达到 尤其像我们要去国庆出去玩 大家很多比如说有人喜欢骑摩托啊 会有灰尘啊会有油渍啊污渍啊 当然第一步就是要清洁是吧 而且其实拍戏有的时候也挺脏的 也需要回去好好清洁 对出汗啊在云南会遇到遇到各种各样的环境嘛 对对对对 好接下来柠檬已经洗干净了 接下来我们要洗什么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边有两个瓶子 刚才我卖关子没有说的 好 这边呢我们准备了这一款也是 舒不加牌灼 红十六牌灼 沐浴露 然后呢它是一款泡沫的产品 我们都说它泡沫非常绵密 那我们就来看看和别的产品对比的话 它的泡沫到底有多绵密 好的接下来我们需要一波怎么配合呢 这边呢是我从这个瓶子里面提前倒出来的 然后就想请一博帮我们倒一点在这个瓶子里面 好在这个里面 对 直接倒进去吗 对直接倒进去 那太多了 耿直一博又上线 反正你让我倒我就全倒进去 好我在这个瓶子里面来倒一些其他的沐浴露 好 然后我们把它盖上 一博可以帮我盖一下吗 好 小心 要盖紧一点 我们要把它盖得很紧 完全密封 我的瓶子 我盖吗 我帮你 OK 好 要盖紧哦 对 全部盖紧之后 好 要做什么事情 我和一博会同时来摇这个瓶子 然后详请主持人和现场观众一起帮我们倒计时十秒钟 十秒钟 好的 来吧 我们最喜欢倒计时了 一博要盖紧哦 要盖紧 好 或者两个手把它放在一起来 对 倒数 我们你们就摇这个瓶子是吧 我们看泡沫的变化 各位准备好了吗 倒数十秒来开始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时间到 好了 我们要分享一下这一杯 开玩笑 非常明显的可以看到 这个也太直观了吧 对 所以说你看 使用了我们的应该叫做师傅家的排着沐浴露之后 泡泡泡 整个在我们的瓶子当中全部充满 那一个其实感觉也就是三分之一的量 对 它其实不仅泡泡比较少 而且它的泡泡我们细看的话 嗯 有大有小 非常的不均匀 这个很绵密的感觉 很绵密 对 哇哦 所以说这个其实使用在身上 你用清水来清洗的时候 泡泡也会非常的舒服从身上 对 绵密的作用其实我印象当中是说这样子更好的跟肌肤的清和力更好 吸附力更强 因为首先呢大家洗澡都是绵密的泡泡可以帮助大家放松 因为洗澡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一些很放松的事 如果泡泡很绵密的话 大家沐浴的时候体验也会更好 其次就是泡泡这种泡泡比较绵密 每一个泡泡比较小的话它的清洁力也会更好 你使用产品的时候有注意到吗 这么多的泡泡 你会喜欢泡泡多吗 我一般洗澡很迅速 也不用这么detail好吗 哈哈哈 因为要抓紧睡觉 抓紧时间睡觉 但是其实你看虽然说你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 但今天告诉你为什么你快速的清洗的时候也可以感受到很清洁 并且很舒适的感觉 就是因为我们有非常绵密的泡泡在保护着你的皮肤 然后让你的这个清洁变得非常的舒服 没错 这也是我们的排着沐浴露的功效特效之一 好的这两个实验各位看完了吗 看完之后就要明白为什么要选择我们的舒服家的红十六排着沐浴露 因为它的排着能力强 我们的泡泡又很绵密 然后轻肤感又好也不拔干 使用完之后尤其在秋天非常的舒服也很清香 再一次的要谢谢我们做了谢谢一博谢谢老师做了这个实验 谢谢 不过二位还要留步我们先把道具撤一下一步到台前来 都记住我们的这些实验当中的非常厉害的科技了吗 哎 记住了吗接下来是要互动环节的如果你达不上问题的话可能就没有礼物了哦 啊刚才都忙着拍照了是吧那我们再来回复复习一遍我们让一博带着大家 一博我们刚才使用到的红十六排着沐浴露有个非常厉害的可以深层的排着就是清洁力很强 第二个它的泡泡非常的浓密绵密 然后清浮感很强用完之后非常的滑溜 这就是我们让大家去洗澡的时候感受到最舒服的一种体验状态 好接下来各位我们要有请二位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环节了 今天在我们的现场很难得的机会 我觉得也要给大家某些福利 让一博跟大家好好的提提问题送送礼物 我们在现场进场的时候呢分为了一区跟二区两个区域 前面我们前四排的朋友们是我们一区的朋友们 后面的粉丝朋友们是我们二区的朋友们 不要着急我们有两个互动会送给大家 第一个互动我们要解锁的是一区的朋友们 接下来一博我们要跟我们的科学家老师一起提出问题 看一看到底谁会回答正确 我们就送给他们舒服家的你的同款好不好 好老师我们一起来一步一下 老师在这一边一博跟我在这一边 我们看一看刚才讲到的知识测验大家有没有记住 一博你往这边站稍微看见 好接下来各位我们看一看第一题 我们要选择的是什么样的题目呢 指出每天用手接触次数最多的地方说明理由 第一个脸不是手了用手接触了 第一个是脸第二个是我们每天都会搭乘的通勤工具 第三个是生鲜 第四个是手机 下一个宠物 再下一个是我们的电梯按钮 然后再下一个是马桶 还有下一个是我们的键盘 下一个王一博 开玩笑 好了各位 这样子我们首先解锁的是一区的朋友们 这样好了 我觉得一博的生日是0805号对吧 我们先选择一个5号的朋友怎么样 OK吗 可以 好吧5号是谁 一区的朋友们 一区没有5号 有5号吗 那哪边 这边OK 5号的朋友来告诉我们选项当中 你觉得手接触最多的是哪一个 啊我们的麦没有声音是不是 来 或者大声告诉我们 手机 手机 你确定吗 你确定是手机 请解读我的表情 你确定 那一博你觉得会是哪一个呢 可能是脸部吧 脸部 好一博觉得是脸部 你觉得是手机 看来没有缘 哈哈哈哈哈哈 那接下来 我们就要问一下我们的老师了 到底这些选项当中 每天手接触最多的是哪一个选项 其实现在大家每天用手机都用的很多 是 基本上所有的联系或者是工作生活 全部都是通过手机进行的 好 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脸 是脸 恭喜我们的代言人回答正确 但是我觉得作为鼓励 我们还是要送他一份礼物好不好 我们也送他一份我们的洗手液 每天摸脸的时候呢 要好好的 要把手洗干净 当然手机 你使用的时候呢 也要注意他的健康 我们其实还是回到上一张图 我们还没有讲完 刚才有一组 有一组数据出现了 老师要不要讲一下 是的 其实大家可能 没有想到自己每天会摸脸 有368次 这个结果呢 是基于我们一个行为学的调查 得到的结果 每个人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 但是确实大家在不知不觉中 确实接触了很多脸 尤其是现在大家都会戴口罩 有的时候摘口罩或者戴口罩 都会接触到脸 你没想到你每天会摸自己的脸 当然要保护好 而且我们脸部皮肤也很脆弱 如果有细菌滋生的话 其实对脸部的皮肤也是伤害 因为我们脸上还有眼睛嘴巴鼻子 这些都是 首先它是一个进入我们身体内部的通道 是的 其次呢是因为它里面有很多黏膜 黏膜会比皮肤更脆弱 所以说大家在摸脸之前 一定要保证自己的手是干净的 所以送给你洗手液哦 好好的使用 好的 接下来我们看下一题 下一题是 你来读吧 一博 好每天回家第一件事情应该要做什么 A洗手B休息C吃零食D打游戏 我觉得应该一博是BCD先来做吧 你选择 B 你选择B 对 先休息一下 好我们来选择 刚才说到是0805 5号选择了8号的朋友在哪边 8号的 8号到这边来了 OK 这位男生 你觉得回家第一件事是什么 开门 好B 也是B 休息 啊 这么的一致吗 我怀疑他是为了一博才 对 你不要不要不要硬要迎迎合一博 一博是因为真的很累 你看起来面相应该回家 你也选择B是吧 一博你要改吗 我选A吧 选A 卸妆嘛 先洗手 洗完手再卸妆 然后再休息 好 我想你也要卸妆吧 来我们听一听老师 正确答案应该是 正确答案应该是先洗手 对 我觉得其实这个答案很简单 因为我们从小就在跟大家讲 要勤洗手 进门第一件事情 尤其是在吃饭之前 或者是方便完之后 都要进行洗手这个动作 所以正确答案是A 如果太累的话 休息一会儿也要去洗手 对 对不对 好的 那还是要送你一份礼物好了 用我们的洗手液常洗手 送他的是沐浴露是吧 是洗手液还是沐浴露 是沐浴露 OK好 一样清洁安全 来看下一题 一博你来读 请问洗手过程中 需要清洁到哪些部位 A指加B指缝C指缝 两个B 来我们看一下这道题 这道题 为什么是两个B 因为B是左指左手的指缝 C另外一个是右手的指缝 好都要洗到 好 D D手背C E手腕F以上都是 好 来各位 我们这样好了 我们选择 我觉得接下来的号码 一博的出道日期是9月15 对吧 那我们选择一个稍微大一点的数字 15号在哪边 15号 别着急 15号在哪一边 没有15号 那轮空一轮哦 你们确定哦 啊 15号 来 DD给他一支麦 他说F 对对以上都是F 那位拍照的小姐姐 你要不要帮助一下你旁边那位朋友 选择的是F 是F吗 是F 你选择的是 也是 也是F 以上都是 所以老师公布正确答案 这个我想应该很简单 答案就是F 以上都是 洗手 洗手 其实看起来是件很简单的事情 但就像一博刚才读到的这些位置 其实都要清洁到 手还有电脑 好 刚才我们说到的是915 那9号吧 你是9号吗 这边 你不是9号 那你刚才在这激动什么 9号在哪里 那一边 手 手 大家在办公室中 细菌最多的物品 竟然是自己的手 不是马桶吗 不是 一博你觉得呢 也是手 因为手都要接触到这些东西 也有道理 对 对啊 这个逻辑就通顺了 厉害 所以老师公布正确答案 是手吗 是手 一博真的说的非常到位 因为我们平时手就是接触外界的工具 再加上我们本身的体温 是很适合细菌的滋生的 所以在摸到这些东西之后 手上细菌就会非常多 所以洗手是最重要的第一关 保护自己健康的入门 好 我们也送上一份礼物给你好好洗手 好 还有一道题来看 一博 好 养成正确的洗手习惯 需要保证洗手不少于多少秒 2秒 10秒 15秒 20秒 这个就有点难了 我们接下来选择 一博8月份刚过完生日 就是23岁对吧 那我们选择 23号吧 在哪边 在那边 23号 20秒 20秒 20秒啊 你确定吗 开头的video 一博一直在教育大家要洗手 好认真的 不放过王一博出现的一分一秒啊 20秒你确定哦 不会太浪费水吗 不会 一博你觉得 对是20秒 20秒自己其实有去录这个宣传片嘛 对不对 20秒老师解释一下为什么要20秒的时间 这个20秒呢 其实是手上粘到洗手液之后 我们整个揉搓的过程要达到20秒以上 啊 其实刚才我们有一个答案 有一道问题就是问手洗手的时候要注意清洁到哪些部位 嗯 因为只有达到了足够的时长 我们才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去清洁到所有的部位 是 而且各位预告一下 稍后一博会在现场亲自带着大家 教一教怎么样正确的 把刚才提到这些部位都洗到正确的洗手方式 好 我们也送给他这样一份特别的礼物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 哎 下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要教大家洗手了对吧 来我们就一步回中间吧 一步回中间 各位 接下来我们放慢节奏 好好的要记住一下怎么样正确洗手 一博你刚才有讲到 其实念题的时候我们有讲到 包括我们的手指啊 手心啊 手背啊 还有指缝都要洗到 嗯 你觉得一般洗洗手会分几步 呃 大概六步左右 六步左右 对 这也是我们舒服佳要给大家倡导的正确洗手的方式 嗯 所以接下来我们各位现场的朋友们 此时此刻 除了拍照之外要认认真真地跟着我们的一博 还有我们的老师 感受一下怎么样正确的洗手 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 来我们先拿上我们的免洗洗手液 老师这边你准备好了 对 好的 所以第一步 来一博我帮你拿麦 第一步 在教一博洗手之前我想再考一考一博 考一博 我们洗手要洗二十秒 那我们用免洗洗手液要洗 哦 对哦 这个问题不一样哦 免洗洗手液是不用拿水来洗的 直接放手上就可以 这个我还真的不知道 哇 这个不光你不知道 可能我也不敢瞎说了 因为今天要用这个免洗 所以我特别给大家讲一下 免洗也是一定要洗到二十秒 并且免洗洗手的时候 也要遵循这个六步法 哦 所以说免洗不是洗了洗就干了吗 可以多挤一点 多挤一点 对 干了之后再挤上去一些嘛 总而言之就是要洗够二十秒 这一瓶用完了它也不贵 可以多囤一点嘛 行 好不好 其实我觉得二十秒的时间 就是一个让这个我们的舒服家 有效的去除菌易菌 并且跟你的手完完全全结合的一个时长 好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请一博体验一下咯 各位 你们包包里有免洗洗手液吗 舒服家的 有吗 没送 没送 那就下单呐 好 接下来 你现在已经有免洗洗手液挤在一博手上了 首先呢我们两个掌心相对 掌心相对 第一步 好 然后第二步呢 手心对手背 手心对手背 两个手都要揉搓到 第三步呢 食指交叉 这一步呢是用来清洁我们的指缝 第四步 把两个手这样相对的握在一起 嗯 这样可以洗到我们的关节 然后第五步呢 一个手抓住另外一个手的大拇指 哦 洗一下我们的虎口 虎口 因为这个地方平时非常容易忽视 然后第六步呢 一个手这样抓住 然后立在另外一个掌心中 哦 这样是清洁我们的指甲缝 哦这是清洁指甲的 哦 ok 然后最后再稍微搓一下我们的手腕 手腕 好 所以各位记住吗 六步第一步是什么 想必你们也不知道 来 接下来我们再来重复一次好不好 真的要认真记住各位 今天来不是单纯的拍照片的好吗 好第一步 一步还是要带来我们给个定点动作吧 让大家其实在照片当中留下正确的六步洗手方法更重要 第一步是老师 掌心要洗掌心 好掌心第二步 手心搓手背 记住哦 这是要来手心洗手背的第二个方法 第三步 洗指缝 交叉 交叉每一个指缝 左手右手的指缝都要洗到 对 然后下一步 清洗关节 清洗关节 好 这是第四步了 好 第五步呢 是清洁我们的虎口和大拇指 大拇指要旋转一下 尤其是虎口部位很容易滋生细菌 对 第六步 清洁指甲缝 清洁指甲缝 好 掌心当中 最后一个 对 手腕 OK 好了 这些我觉得回去之后这一组图片可以发出来 让大家学会怎么叫做正确的六步洗手方法 我觉得其实大家会说洗手每天都在洗 我们生下来就在洗手就每天都在洗 但是其实很少有人能够洗 对 一博也是了解完之后觉得其实是不一样的跟平时洗手 对 对不对 对 而且要搭配好我们的好的洗手液 刚才说过了回家之后可以用我们的泡沫洗手液 嗯 出门可以携带 免洗洗手液 都要洗到20秒 对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 各位要记住 好 对 就 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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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出现就行 我就都觉得贴心 对 就像我们的师傅家一样 只要他出现就会觉得贴心非常的安全 好 接下来我们一区的互动解锁完之后 我们接下来就要解锁二区的朋友们咯 招招手二区的朋友们 好的 接下来我们要玩这个游戏 每个人都要参与进来 但是决定权在一博手里 谁有可能获得我们的舒服家王一博同款的产品 那就要看看你们能不能答对我们之前的问题 击鼓传花你玩过吗 玩过 玩过 今天我们换一个叫做击鼓传书 好 我们把小书再请上来开玩笑了 传他有点太可怕了 我们准备了舒服家的logo 来 我们给到第一个朋友在哪边 从哪边开始 这边开始 我们现在先不用传递 接下来我们的音响老师会给出一段音乐 我们有请一博一会在游戏开始之后 要背对大家 你随时喊停 logo在谁手里 就要起立回答问题 而这些问题都是跟王一博有关 所以各位二区的朋友们回答错的话 你们就买票吧 就那一边 真的是 好 所以各位提醒大家 一定要想一想 都是有关一博的问题 而且我们可以跟这些问题聊一聊 有关于他的这个问题当中的小故事 还有要跟各位提醒的是 每一个我们logo牌在手里停留的时间 不可以超过两到三秒 回答问题思考的时间 不可以超过五秒 如果你们是真的好朋友的话 就不要提醒所有的朋友们 看一看他是不是真正的王一博的铁粉 准备好了吗你们 没有准备好是吧 没有准备好 那牌子收起来了 结束吧 结束 不能这样 好吧 好 各位 把你们的相机可以先放下 马上要开始二区的朋友 我们请印象老师准备 一波也转过来 我们的击鼓传输哦 你随时可以喊停 好吧 来 印象老师 音乐响起来吧 可以传递了 停 停 在哪里 在哪里 恭喜你这一位朋友 哇 第一排都没有传完 后面的朋友我们有点担心了 一会儿可以我们时间 稍微给后面的朋友多一些 好 来 这位朋友可以站起来 在哪边 我们看到你 恭喜你 接下来我要问的你的第一个问题 是什么 一起来看大屏幕 太简单了吧 啊 王一博的生日是几月几号 几分几秒呢 好难呀 我只能 8月5号 8月5号 几分几秒 看深沉八字可还行 8月5号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吧 送分题 那也说个生日祝福吧 祝一博生日快乐 希望祝王一博能够 赛道平安 这是最重要的 戴上头盔谁都不认识 但是还是要保持安全 好不好 好的 接下来我们要送上他一份礼物 8月5号 我相信对于每一个喜欢一博的朋友来说 都是最重要的一天 因为一博又成长了 好的 这个不用官方认证了吧 这个就是标准答案 来 接下来一博还是要背过来 我们有请音响老师继续把音乐响起 继续来传递 停 停 你真的很会找位置 全都停在CV 好 这一位朋友 我们看一下 你叫什么名字认识一下 我叫安小包 你叫小叔 好特别棒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你要回答的 小包要回答的问题是什么 来看 王一博的名字 王一博的名字一共多少话 三二一 开始回答问题 三二一 时间到继续传递咯 有答案了吗 数完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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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话 十七 你确定吗 你自己写一下 对的吗 你问我呀 王一博你自己有数过自己的名字多少话 我当然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王一博这么无聊的事情我才不会做了 多少话 数了吗 一二三 十七 确定 十七话 来我们看正确答案 没错 就是十七话 对 这个互动你以后可以记住 别人说 王一博你知道你的名字有多少话吗 谁问这么无聊的问题 我 我问这么无聊的问题 好 十七话 接下来送你一份好礼 谢谢 谢谢你的参与 谢谢 好了 接下来 继续下一个 下一个问题应该不无聊了 来继续传递 好 继续来传递 看一看下一个会是谁 停 好 在这一边 这位朋友小绿 你可以把我们的logo倒过来吗 好的 OK 叫什么名字 小摩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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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 好的 接下来 这一个 非常的考验你 而且公布答案就是一博直接来说 说出一句王一博的口头禅 三 二 一 五语 五语是你不懂 五语是你不懂 你认证一下 这个不算 你看一波摇头了 五语是你不懂 不是 请坐下 来 来来来 这个不算 一波跟他摇头不算 对吧 请坐下 OK 一波再转过来 我们要继续传递 一五语不懂是不是 停 停 停 好 就中间这一位 怎么还不想要这个牌子 好 来 给他麦克风 你觉得一波的口头禅室 是什么 哇哦 是什么 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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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 哇哦 听起来像是一个动作 要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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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确定你是在回答问题吗 这位姐姐 下一个 不是 没有认证 来继续传递 哇哦 两个人都没有答对了 停 停 这一位 怎么跟口头禅呢 不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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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停 这边 哪一位 站起来我们认识一下 好 来 答案 你觉得是 不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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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 不愧是 怎么跟口头禅呢 真的是 这是好朋友 停 停 中间这一位戴帽子的 答案是 答案是 我放弃 我放弃 斯巴达 什么 哇塔 斯巴达 斯巴达 斯巴达这个梗还没过去吗 斯巴达 斯巴达 都不算口头禅 斯巴达这个 他平时也就不会常说吧 对吧 都比我的香菜这句话频率还要低一些 也不算吧 不算不好意思 斯巴达你坐下吧 要不换个问题吧 换个问题啊 这个要 那这样 既然当时你自己公布一下吧 你的口头禅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这个问题是无解 我们处理一个更无聊的问题 因为本人都不知道 所以你们觉得刚才那些话 是你们觉得一博常说的话吗 哦 你看 那些都是字幕 不是我说的好不好 什么无语啊 那些都是字幕 又不是我说的话 哇 大型尬 啊 杠 开杠现场 都是字幕 不是我说的 他们说 那也是因为你说了这些内容 字幕才会出现 啊 啊 什么 好啦 总而言之 我觉得口头禅这件事情呢 应该是随着时间 或者随着那段心情 或者那段关注的事情 来回来变化的 对吧 所以各位去收集一下吧 看一看接下来还有什么样 你们认为是好玩的口头禅 那这道问题就没有标准答案了 我们就pass掉了 到下一题咯 哇 没有想到是个无解 好 下一题 哎 继续是 我们我们这道题过 哈哈哈 音响老师还 你还要听他们的总结吗 其实不用了吧 嗯 好来我们就ok了 到下一题到下一题 下一题 下一题到这咯 就这一位停下来的 哎你还没有喊停是吧 刚才 就停这儿吧 就停这儿吧 这道题更难吧 王一博今天穿的袜子颜色 什么 我想那个让一博抬掉 怎么可能 这个是你要互动的问题 啊白色 白色 一博现在先不能展示 你觉得是白色吗 自己穿的 一博说我也不记得了 我 是 是 好吧 为什么是白色 因为今天我们的舒服佳的主题色也是白色 对不对 其实舒服佳就代表着捷径 代表着纯白 就是希望每一天大家都可以像 纯白的感觉一样 找到最安全最健康的最健康的守护 嗯是不是 是的 好的所以ok恭喜这一位朋友 获得一份我们的舒服佳的守候 好 我们应该还有问题吧 接下来还是要麻烦一博背对过来 我们继续来传递 停 哪一位 在哪里 好 这个问题是 今天小叔送给王一博的健康守护礼盒中有什么 想一想 各种各样的哦 第一个是瓶子装的很大的一瓶叫做 嗯 你看 那个十首页 很大的一瓶子那个是 沐浴露 沐浴露叫做红十六 红十六 嗯 排卓沐浴露 对 红十六排卓沐浴露 然后还有一个纸盒子里刚才 刚才一波说可以 一照多用 一照多用的是 你刚才是迟到了是吧 前半场都没有听课 刚才你说到那个 什么沐浴露 排卓沐浴露 排卓沐浴露对吧 嗯 所以那个香皂叫做 排卓香皂 哇 ok好不容易啊 好 还有两个是什么 一个是泡沫的一个是免洗的叫做 死守咽 死守咽 好 所以对不对认证一下 对是对 但都是提醒的 你好严 我们现在不是在录街舞 不要这么严格好吗 算对 算对啊 好 那你再重复一遍有什么呀 哈哈哈 好了 不开玩笑了 送你一份好了 刚才再回忆一下 刚才小叔一上来就送给的 也是一博自己使用完之后 体验感非常棒的 我们的舒服加红石榴排卓沐浴露 还有我们的舒服加排卓香皂 有各种不同的味道 刚才在里面看到的是咖啡豆的味道 其实还有茶树味啊 还有像我们的刚才说到红石榴味道 都是可以作为香薰来使用的 非常好的一照多用的一个是 还有说到的 每天都要去使用的 在家使用舒服加的泡沫洗手液 出门要带舒服加的 免洗洗手液 这就是在我们礼盒当中给大家送到的 好 接下来我们还有题 一博再转过来 继续传递 停 停 这一位 恭喜你 你要回答的问题是 王一博 王一博正式加入舒服加大家庭 当天官宣代言海报时 一博身上穿的衣服是什么颜色 白色 也是白色 你确定吗 确定 你确定 不是蓝色 不是 就是白色 对 是不是 是 来我们看大屏幕 哎 就是这一张 帅不帅 哇 我跟你讲 其实 一博这次跟我们的舒服加有非常多的这样子的拍摄 我印象当时我还看到一个骑着我新的小摩托 因为我的书 因为我的沐浴露用完了 好像是 有印象吧 那个其实穿的是蓝色的衣服 你们有看吗 有看吧 去骑着自己帅气的摩托车以为要去兜风 结果说你的沐浴露是不是用完了 哈哈 当然我觉得就像一博刚才说的一样 在这个让自己保持风度的时候 干净的一次体验或者给自己的深层的清洁也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 好 送上他一份礼物 谢谢你 谢谢你对一博的关注 对舒服加的喜爱 好 以上就是我们在二区的互动 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下 问一下一博 因为我们刚才一直在说 接下来要进入到一个小长假的时间 如果说进入到小长假时间当中 你希望给大家 让你给大家安排一下时间 你希望大家做些什么 希望大家可以呢 就是度过一个很快乐的一个假期 然后就是可以保护好自己的安全 有自己的生活 对 而且要提醒大家的是 10月1号下一周就要放假了 在放假的前一天要去看一个总决赛 对不对 今天其实我跟你讲 说到了舞蹈这件事情 我们的小叔也 啊 10月3号才是啊 我以为在国庆前就比完了 看来国庆前还得营业 好 所以 既然说到了舞蹈这件事情 我们的小叔作为一博的也是粉丝 他自己也想给你展示一下他的小叔舞蹈 你想看吗 行 嗯 来我们有请小叔 你有遇到过这样身材的Dancer吗 嗯 第一次是吧 来小叔你直接来你的Full Style 如果我不喊停的话 他就会一直这样转圈转下去是吧 特别好 好 OK 可以可以 谢谢小叔 哎 有没有毛巾给他呀 哎 其实我们要把掌声送给小叔 我觉得小叔是特别可爱的一个形象 而且其实小叔也是作为我们的应该叫做舒服家的健康观 他的形状其实一博有没有看到就是我们的唇白的香皂 嗯 是的 我相信小叔带给大家的每一次出现的时候就一博出现的感觉一样 就是充满了守候 充满了让大家健康的感觉和充满了唇真的白色 嗯 其实我觉得今天小叔也送了一份礼物给大家 我觉得呃 就是我们的舒服家的守候 刚才一部也说了希望各位可以在 国庆的时候注意好自己的安全 然后要注意好自己的健康 再送一些祝福吧 其实我觉得机会很难得 因为他们说真的很不容易用这样的方式跟你近距离的见面 如果再送一些祝福呢会送些什么 谢谢你们的到来 下次再见拜拜 好嘞 这个祝福特别棒 下次还要再见 那接下来我们全场一起给一博送个祝福好不好 我们说祝王一博健康开心 OK吗 好吧 来我们123祝王一博 健康开心 也祝你们健康开心 你像一个领导一样 嗯我收到了 同意你们的祝福 好了最重要的是今天一博 是作为我们的舒服家的品牌全现代言人来到现场 跟大家分享了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周末的下午 再一次守护健康我们要选择舒服家 再次谢谢 谢谢王一博 下次再见咯 辛苦了 谢谢 谢谢一博 谢谢辛苦辛苦 好了 谢谢 也要谢谢各位